中文字幕 李宗盛 翻船制造 首先要懂玩 就好像哥尔夫 你先懂打球 你才能学着哥尔夫球场 翻船也一样 首先我们先要培养很多玩家 培养很多玩家是不同年龄里头培养 实际上在国际上 很多医疗翻船高手 从五六岁就已经开始玩了 所以我们中国应该很努力地培养 年轻一代来玩翻船 翻船运动 但是运动跟制造也是另外一件事 制造首先我们一定要有市场 我们一定要有市场 然后要从里头能 年轻人能找到他的生活吧 才有机会让他们日行做这个东西 玻璃杠的现代西方翻船 现在中国已经做得 因为它不是非常难 如果普通的休闲 一点都不难 所以中国已经有一点 这个方面的起步了 但是顶尖的竞赛船 传统的木船 在中国来说还是一个空白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方面再补充 然后我们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 然后我们有产业了 我们就很多年轻人能入行 实际上最近这几年 中国这个培养翻船市场 已经做得很不错 因为我们从一些数据里头显示 比如说翻船赛 每一年都在地增 然后进口的翻船数据里头 我们能看见几乎每一年翻一翻 这个数量每一年翻一翻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小 但是我们是以很大的百分率在增长 当然我们要做到外国一样 要做很多事 一方面就是要学校 里头我们中国的小孩 逼他们为考试来读书太多了 没有太多机会让他们真正去玩 也许我们把翻船课都放到学校里头 这个在中国也有成功的案例了 比如说青岛已经把翻船课放到学校里头 比如说我在教 实际上我去年我在教一班小孩 三十十四岁 他们学的翻船呢 是属用的翻船 就是因为在美国有一种教育 就是steam的教育 steam的教育就是让小孩参与这个科技方面多点 然后但是不是只算谈兵 我现在我参与的是在一个学校里头 我的位置就是在翻船教练老师叫他翻船 理科老师叫他们理科 我在中间建桥梁 我在理科老师教理科课之前 我先用翻船的语言跟小孩讲 为什么船能扶的 为什么你能一公斤能拉五公斤呢 各方面的东西包括 波罗里理论 阿基米的理论 全都在里头 所以他们一说就明白了 然后到他们学理科老师教的课里头 他们还有兴趣 而且一讲就明白了 所以真正来说翻船是用在教育里头 是真正是有用的 鞋养玩鞋的人呢 从鱼面到水手呢 都是非常非常愿意帮助人家的 另外就是他们这个送话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原因有很多 第一天天都有带鞋 送话很大 而且很多风险都见过了 遇到有什么问题 人家有事你一定要去帮 因为有一天你自己出事了 你也希望人家来帮 所以海洋是一个这样的环境 但是在中国呢 现在太多负面的东西了 比如说老太太过马路摔倒了 你都不敢扶她了 那这些是有问题的 如果这些东西继续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应该多点鼓励玩海的人 然后越多人玩海 海洋精神呢 会把它熏陶到 到他们为主一个这样的 对社会很好的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